嗨,大家好,我是Db 事情是这样的 在8月15日的时候我发了一期视频 主题是关于Win10、Win11系统 免输入密码自动登录的一个视频 然后在视频的下面有这三位观众给留了言 他们提供了一种更优秀的 基于UI操作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操作 我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我想再录一期相关的视频 来推广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在视频开始之前 你需要打开dpit.lab00.com 然后搜索Win10 就能找到这个视频的对应的文档 打开这个文档 你需要的所有的内容都在这里 这就是上一期视频的文档 只是在里面稍微加了一点东西 我们稍后再来看 这边我开了一个Win10的虚拟集 然后目前是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系统 我们把密码输入进入这个Win10的这个系统 现在以后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需要回到刚刚那个文档 在第二部分走到第六点 里面有一串字符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边搜索里直接输入这个字符 这边就有我们右击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输入密码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以后这个文本是这样 它上面有一个要使用本计算机 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只需要把这行给它取消掉 然后点应用 然后这时候它会跳出一个弹窗 在这里你就要输入就是自动登录的 那个用户名和密码 像我们这个就是DPRIT 然后密码就是LAB00 然后这边点确认 好 到这样为止 这个设计就做完了 不需要打开述册表 然后但是它实际后面的操作 和我们上期视频做的是差不多的 它也是在注册表里写入了相关的像 我们下面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好的 不出所料 还是直接就能进来 没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方法是在完全在UR级实现的操作 比我上一期视频的注册表集的这个操作 要对用户友好很多 所以推荐大家优先来尝试这个方法 然后也欢迎各位观众加入这个类似 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一起来把一个话题就是细细的打磨 越做越好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你UR级实现更优秀的 Win10免密码进入系统的这个方法的 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 或者遇到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